四位志工合力採买六台推车堆满物资 准备为50户贫困家庭展开发放 防疫期间民众无法随意外出 志工双手奉上物资无非是最好的及时雨 祝你也要祝福 連接巴西和巴拉圭之間的 友誼橋無預警封鎖 不僅造成經濟影響 弱勢家庭也面臨斷垂困境 巴拉圭慈激志工接獲求助 準備了500份食物欄 包括大米 食用油和牛奶等物資 送到了巴西的聯合博愛協會 我的名字是Rodrigbo 我身為主導的計劃 家庭的孩子 我們接受了290孩子 在學校中的學校 今天我來感謝 TiZuTi 這些餐廳 在一個很棒的時間 來接受到孩子 我們接受到今天 持續路東的巴西 疫情持續延燒 避免大型聚會 刺激志工在戈齊亞市的發放活動 當地教育局也特別開放學校 作為場地使用 讓民眾能安心領物資 依序領到食物欄 毛毯和球鞋 慈激人在寒冬中 稍來一抹暖洋 更在困境中扶持共度難關 大愛新聞真正美去公屋 最後報導 作詩文獻 作詩文功審 作詩文化